对于女人来说,怀孕生孩子是一件特别伟大的事情,但是女人在怀孕的过程中要承受很多的折磨,所以说很多女人生完投胎之后,就再也不想生第二个了。 确实,孕妈在怀孕的过程中,身体会发生很大的变化,而且孕妈每天还要为胎儿担心受怕,一旦出现身体不适,幼女就担心是不是胎儿发育出现了问题,孕妇身体的这三种变化,恰恰是胎儿在向你报平安,孕妇身体的这三种变化,恰恰是胎儿健康发育的信号。 一,腰酸背痛腿抽筋,孕妈在怀孕的过程中,经常会出现腰酸,背痛,腿抽筋的问题,妈妈就觉得是不是身体出了什么毛病,是不是腹中胎儿发育出现了什么问题。 其实孕妈之所以出现这种不是症状,是由于怀孕之后,体内激素水平发生变化所导致的,而且,随着胎儿宝宝的健康成长,妈妈身体会慢慢发生变化,你会发现腰部的韧带慢慢变得松弛。 贪力有所降低,进而就可能会造成孕妈出现腰酸,背痛,腿抽筋的问题。 二,孕兔,食欲不振,孕妈觉得怀孕之后胎儿的发育就需要不断的补充营养,所以说当孕妈胃口好的时候,就觉得是腹中胎儿发育的非常健康。 但是孕妈如果在一段时间内出现食欲不振,胃口不好时,一拉就可能会担心影响到胎儿发育,其实这也是属于正常生理状况的,胎儿是没有什么问题的,尤其是孕早期出现的孕兔问题,妈妈更不必过于担心,这是体内激素变化所引起的。 等到适应这种激素变化后,孕兔症状就会消失,而孕兔也恰恰说明胎儿发育的很健康。 三,乳房慢慢变大胀后,女人怀孕之后,总是感觉自己的乳房出现胀痛感,这让妈妈感觉非常难受。 其实怀孕之后乳房胀痛,是胎儿健康发育的一种表现,这是因为胎儿在腹中健康发育,就会影响女人体内激素的分泌水平,而其激素的变化又会增加乳腺管的发育,进而造成妈妈出现乳房胀痛问题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